大家好,我是北木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伊朗先抵抗运动 世界应该在一下两点上发力 在过去的那几天 伊朗的抗疫运动 已经掀起了很大的波澜 吸引了全球的关注 我们知道伊朗这个国家 它现在的政权 对于中东地区 已经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 如果未来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 组成一个联盟的话 由于现在的伊拉克 也是什叶派执政 现在对未来 组成一个什叶派的这样一个联盟 那么将会对中东的和平 构成很大的威胁 而且伊朗如果现在 潜藏在北约的土耳其 在某些方面保持一种战略默契的话 也会对世界的安全 未来构成一种比较大的隐患 伊朗和土耳其的合作 在前一段时间 卡塔尔那个事件上 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本来他们说是一个是什叶派为主 一个是以逊尼派为主 可能两个站不在一起 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可以站在一起的 土耳其尽管说是北约的一个成员国 但是事实上那个土耳其 现在往这个伊斯兰原教旨 那个回归的这个路上 走得很快 而且那个土耳其 它现在目前就是说是 导向俄罗斯 或整个西方这个国家的矛盾 现在那个越来越大了 但是那个土耳其 也和中国的关系 其实并不好 下面我们还可以再讲一下 这个就是那个土耳其 我们知道 现在这那个多讲几句 土耳其他使用的 就是那个中国南北朝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土耳人 他经过那个逐水草而居 后面 把那个东罗马打下来以后 建了一个奥斯曼帝国 他对于中国并不友好 奥斯曼帝国 以及那个奥斯曼帝国那个解体以后 他一直在那个新疆的动作频频 原来在那个新疆还建了一个汉国 就被那个左宗棠把那个汉国 那个镇压了 现在土耳其也是支持那个新疆的独立 是那个分离运动 是吧 有些人当然可能说是把这个理解 比如说土耳其它是支持中国的什么那个民主运动 其实这都不是这么回事 是吧 这是 其实这是 民主自由 这是不打扎的 他是想 分离 分裂中国 土耳其就这样一个国家 我们现在能够回到伊朗 伊朗这个国家 他是一个在中东地区目前一个大国 也是一个什叶派的保守实力比较大的一个国家 伊朗他是实行宗教统治 我们在那个79年 这伊斯兰革命把巴列维赶走以后啊 现在一直是这个宗教领袖 具有国家这个领导的中心地位 是吧 他的总统其实才是二号人物 是吧 总统是他是一种那个世俗的这个 这方面一个那个行政的管理者 其实那个实权是在宗教领袖手里面 现在那个哈梅内衣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宗教领袖 这是他现在宗教领袖嘛 最近伊朗的这个民众的抗议运动啊 开始是起于这个保守派实力 对于伊朗目前在这个总统啊 鲁哈尼推动的这个一系列改革中 由于物价飞涨啊经济发展情况不好 失业严重 由于对这方面的那个抗议 是他那个发起的一个一个那个原因 但是那个很快就这几天啊 他那个很快就指向了民众对于神权统治的这种抗议 有人把这个叫做伊朗的民主运动 有些叫自由运动 我看这个叫那个世俗化运动啊 这个可能更准确一些 目前我们暂时就给他这样定性了 伊朗这个世俗化运动 这其实不仅对伊朗人来说 这是一个伊朗人民 他走出神权统治 增取这个人的自由平等 一些那个基本人权 一个那个正常社会的 构建一个正常社会的这么一场努力 这么一次运动 同时伊朗的这次世俗化运动 对于世界和平肯定也是一个福音 我们知道伊朗和朝鲜一样 这是目前令世界那个很头痛的那个两个角色 当然由于朝鲜目前玩的那个特别的过火 所以大家那个注意力都一直能盯着朝鲜 那其实伊朗在未来弄不好的话 他很可能那个构成的这个对世界构成这种风险 构成这种威胁弄不好 如果再加上他的那个神权统治的 这个那个神权思想的基础的话 弄不好这个可能这种危险性 不亚于朝鲜 好在现在有一个在那个中东地区啊 现在有萨特在制衡他 以色列也在制衡他 这样好一些 但是现在如果伊朗发展核武器 有这样一种那个很潜在的这种风险 奥巴马上次和他签订那个核协议 可能这个问题那个解决不了 依然这种那个危险依然存在 特朗上台以后啊 他就要废置那个美国和伊朗的那个核协议 准备重新对于伊朗采取一些措施 当然现在已经能在制裁了 也在支持 萨特对伊朗进行制衡 但是目前啊 看来那个伊朗风头 依然这个很硬 他和现在伊拉克叙利亚 他就准备组成一个 他们这个未来这个势头 组成一个什叶派的联盟 如果这个由于他们这个宗教信仰的相同组成这样一个什叶派联盟以后啊 那对世界的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很令人头痛的事情 在那个中东地区可能这种神权的统治啊 这种那个反对世俗的这种世界的那个这样的文明啊 这可能都会构成一种很潜在的威胁 将来啊就可能会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 但也知道那目前的伊斯兰的那个原教旨主义的那个回归 对那个整个世界的那个非常那个头痛 这个就是说是一定现在正是那个伊朗这个问题 当然现在那个伊朗民众啊 有一部分人这么觉悟 这其实是一个好事 所以啊西方国家 应该积极的支持伊朗的那个民众的这种 试图化的运动 同时对伊朗的那个同志 采取更严厉的那个措施 是吧 是改变伊朗的这样一种政治的颜色 是吧 作为那个中国 我觉得尽管说中国的这个那个目前的那个这个北京政权啊 和德黑兰关系也不错 但是也要看到伊朗这种神权统治 对于世界为名 以及对中国西部地区这种 这个那个不利的影响啊 也应该从更高的一个 那个角度来看啊 看伊朗这次的十四化运动 应该采取一些那个支持的态度 是吧 中东的这么一个 伊斯兰 就叫色彩那个很明显的这么一个国家 也就是说是 整个世界要避免重到以前茉莉花革命的那种 负责是吧 茉莉花革命啊最后弄的 由于那个中东地区啊一些比较威权的统治倒台以后啊 结果引起这个伊斯兰的那个原教旨主义实力 一些那个极端实力的回潮 这种教训一定要继续 所以对伊朗这样的那个国家 我认为 支持它的世俗化运动 支持它的自由化运动 也许是应该的 但如果说在伊朗要建立某种程度上的民主的话 我估计这个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时机 所以西方国家就像有些美国也不要死板硬套了 如果这样死板硬套以后 可能给自己那个人起很大的麻烦 那么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 就是支持这个伊朗 这个巴列维家族的伊朗的这个重新执政 巴列维它是一个开明的 带有明显的那个世俗化色彩的这么一个王朝 支持巴列维二世回归伊朗 这个可能一个方面 是伊朗向文明进步 卖了比较大的一步 也卖了一个很稳妥的一步 同时对于世界的和平 我相信是很有好处的 所以在那个对伊朗这个问题上就应该这样做 这是那个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我认为在对伊朗这个问题上 应该以伊朗现在他这个西部地区的库尔德人 在这次运动中他已经有着那个独立的诉求 我们知道那个库尔德人是中东除过阿拉伯人 波斯人 土俩人以外第四大民族 这个库尔德人他一直被这四个国家压制着 不承认他们的那个民族的独特性 它的独立性 而且他的那个语言文字啊 也被像那个土耳其这些国家都在给他那个进行消灭 这个其实啊这个是 这个东西还是不符合啊 目前我们公认的这个那个普世的一些那个标准和价值的 像对库尔德这样一个民族啊 这个四国啊 在伊拉克啊伊朗啊 土耳其啊叙利亚这个交界这个地方 大概有三千万人 他们有些是有一些可能激进的独立运动啊 比西方那个看成是一个有点那个恐怖色彩 但是更大程度上 他们还是那个支持在增弃他们的那个独立 是吧 像这样一个大的民族 你像那个以色列都可以建国 他们为什么不能建国 而且这个那个建国啊 对各方面来说都有好处 况且这个这个那个库尔德人啊 其实在中东地区啊 在整个这个制约那个中东这些那个专制的神权的国家 这些一些那个搞这些恐怖对抗世界文明的这个过程中啊 库尔德人某些程度上他扮演了一个能够好的角色的 是吧 世界应该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认为啊 现在那个支持库尔德人建国 这是西方国家或一些那个世俗的大国 应该积极支持做的一个事情 这样做的是 就是说是呃一个方面 这是我们呃这个世界的这次符合呃目前的呃普世的那个价值的呃 另外一个呃就是说是像那个库尔德人啊 这是他们建立一个呃独立的国家呃 呃这个呃非常符合呃整个中东安全的这么一个需要 我们知道像那个中东这样一个呃宗教呃实力非常大的呃地区啊呃 呃其实你要真正你说是要怎么样 怎么样 彻底啊 他让他彻底世俗化 其实也不现实是吧 呃呃因为他们这这就是他们这个地方的特点 所以那个西方国家他就采取啊整个世界也就是 呃让这些呃中东地区啊 他互相直接制衡 我们这以前是两亿制衡 伊拉克和伊朗制衡 就美国把那个伊拉克那个打垮以后啊 伊朗没有人制衡了 最后扶持去一个萨特来制衡 但是这个萨特都是那些那个呃老爷那些那个贵族那些富人 他怎么样制衡萨特那个打仗 根本就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呃能力 中东啊他在那个面前那些那个小的问题 也没那些呃小的这些问题他都解决不了 他真正你要靠他那个支援那个伊朗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都在呃制越伊朗啊 当然以色列在这个地方 现在我就那个另外一个应该扶持起来 呃这个呃 呃这个呃 库尔德人让库尔德建国 建国以后啊 库尔德人我相信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的啊 库尔德人对于呃尤其啊 这个库尔德人不仅可以制越伊朗呃 呃也也制越一下那个逊尼派 比方说是这个萨特 也不保险嘛是吧呃 呃这个这个这个应该多一个呃实力出来 这对在中东来说这是好的是吧呃 呃同时对于呃呃这个土耳其啊 我相信库尔德建国以后对土耳其是一个很大的支援 呃土耳其对于美国来说 土耳其明显的现在是北约的一个异纪分子 一个叛徒他现在正在那个在这个做着那个许许多 都扮演着许许多多不光彩的那个呃呃这个呃这个呃这个那个角色 呃呃这个呃这个那个角色呃呃美国人呃呃呃 就是咱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做了很多的坏事 比方说那个和 node 呃美国人呃呃在这些些上对他也不予谴责是吧 美国人有一天啊肯定会吃这个呃土耳其人的亏的 我们知道现在土耳其 极端势力在回升 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回归 但是美国人在这方面上 他就是没有动作 他就是看不到这一点 不知道他要怎样 他想用它来制衡伊朗吗 他现在和伊朗明显的构架搭配了 所以 现在 库尔德人在伊朗有1600万人 支持库尔德 这是 他在土耳其有1600万人 支持库尔德建国 将 一个像东面 可以制衡伊朗 西面可以牵制土耳其 美国应该看到这一点 作为中国更应该看到这一点 土耳其像这个土耳人 这个对中国 就是1000多年来 这个根本是不怀好意 现在 中国也应该支持 库尔德人 建国 建国以后 这个对土耳其人 将是一个 非常大的 这种制约 是吧 而且 这种制约 是让那个土耳其 先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 不要在中国西部 在动什么脑筋了 是吧 中国有些词也是 瞎说 把新疆的这个 分离运动 说成说是美国 英国 当然英国在 以前 他还在 这个上个世纪初 也确实做过这方面动作 唯独就是美国 没有支持过 新疆的那个 给新疆的安全 这个那个 统一构成最大麻烦的 就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 他认为 他和 这个新疆的 某个民族 他们都是图族人 是吧 他就是要独立 他就是要恢复 奥斯曼帝国 对 就像搞这个 他说 先想搞那个 东途运动 中国要看到这一点 是吧 对于土耳其啊 要这个 就要支持 这次 那个库尔德人的 那个独立运动 当然我们现在 这样一扯以后 就好像从伊朗 扯的那个 库尔德人 这个身上去了 其实啊 这是我是从一个 更高的 那个层次 在谈这个问题 解决伊朗问题 是吧 就是要从 两个方面 一个是 现在就支持 伊朗的 这个民 民众的 这个世俗化的 那个运动 另外一个 就更高的 通过那个 支持那个 库尔德人 在那个中东 是吧 寻求一种 更长远 更久远的 这种 这种 军事 就是那个 互相之间 制衡的 这么一种 战略态势 是吧 这个 现在就是说是 中国要 要看到 目前啊 就是说是 像那个 这个中东的 这种 神权统治的 这种 政权啊 即使 目前 一丝可能 和中国 这个 韩 有些 那个 嗜好 但是 作为 中国 作为一个 世俗的 国家 是吧 作为 这个 这个 那个 以儒家思想 那个 立国的 这么一个 国家 要看到 这种 中国 和中东地区的 这种 文化冲突 这个 比起 中东 中国和西方的 那种文化冲突啊 那不至于 大了多少倍 所以一定要有 这个高度 是吧 这次啊 因此啊 就说美国和中国 都应该站在一个高度 来解决伊朗问题 并且以伊朗问题 为奇迹 支持 库尔德这建国 这是 这个 半年大击 千年大击 是吧 不要再 在搞什么 凡是敌人反对的 我们就用户 凡是敌人用户的 我们就反对 是吧 中国不要掉入 这样一个 错误的 那么战略思维 是吧 要 风物长衣 放眼亮啊 好 今天的话题 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